這個新家路的義工嘛 不錯 這次會想到 拜這個演講 這我老實說 一方面是 今天的工廠也零時不可以來 這久以前就知道 我沒意沒意 我本來是自己要拜我自己來 我想說自己一定是很多了 我每晚餐餐還算修法可以 來書店拜演講 有時候有兩個 三個 一種都要喝的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很可憐 為什麼想要來 我本來這間有一個重要是 因為十一月我都排滿 十一月其實對我來說是一種 十一月十五號跟二十號 是我那一段十三年前 就是十一月十號開始 那時候開一間 這小間的紅葉師王 開始在試也沒有人 一直開到十一月二十之後才開始有人 然後我們就那個時候才 才說 紅葉師王的聖林是十一月二十 但是 所以我意思是 本來是今天要提早唱歌 我們想說 啊 本聖店他還要摸十三年了 還沒倒 因為他已經倒過三次了 怎麼看來是 還沒倒 這個過程裡面有 當然有一個三次裡面的規格 那時候就想說 那個是另外一個想像 好不好一旦會說 影響真有力量 好 第二的問題就是 正常台灣服務室有邀請到我們自己在地的這個 三十三號咖啡來演唱 我覺得這個時代 年輕人還蠻希望可以多聽一些咖啡的這種店 不管 我們其實另外一個現象就是 這個社會 也很多人 都有一種夢想 就是 心中有一個夢想 或者實際上有一個夢想 可以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店面 那問他說要賣什麼東西 他不一定說得出來 就是希望有一間店 看起來很多人都一直在醞釀這樣 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人 就 他在一間店面很快就夭折 這夭折的兩種 一種是 他忙不過 或是生命之外 一種很兇一種 一種 一種就是 他覺得開了店之後 臉背綁住了 他開始覺得 不是這樣 所以他就不願意了 我想我們要聽一下 這個不一樣的案例 教我們大家怎麼創業 我想說 親父母啊 應該要把芒果咖啡捏 所以要均衡一下 不可以一直請台北的講師 芒果咖啡這百 太開心了 真的 從青年創業到今天 他有很多的精密 這就是今天的重點 你知道他們開了多少 芒果咖啡 有做功課嗎 芒果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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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 芒果咖啡 我的意思是 芒果咖啡 是甚麼因為 的地方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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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叫我做人的 阿爸阿娘阿公阿嬤 喝咖啡 那是愛他的名 對啊 對嗎 對 阿在那裡 是那種鎮腳的地方 它是漆棟 漆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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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地方都聽不來 有漆過刺桶的 我的意思就是 都沒有啦 你知道嗎 好 欸 在刺桶 然後他們開了一家 咖啡店 然後最近那些地方 因為 相當 在雲林冠棟咖啡 不知道芒果咖啡 要包包起來 吃不完 為甚麼 那種 當老人家 就在芒果咖啡 當 刺桶也封到 當 這麼多燒店 他都會嚇不來 嚇不來 嚇不來 放我們小店 旁邊的小店 對對對 放整包一條 一條一條 我拿一個道具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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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像我這麼嚇不來 很多人知道 對 我拿到一包是茶包 他還有一包是咖啡包 不一樣的 對 那一條 他等下說 是怎麼做的 一條 那一條 咖啡 是咖啡 好 他就這樣擠了 這麼多店 裡面都會賣 他的勢力很龐大 已經到我家一室 很少人知道 那所以 我是覺得 他們兩個人 有故事 我以前 不敢跟他 我想說 是大腳的 大腳 大腳 是大腳的 不是什麼 那 那 我想說 我們這 過去的演講 都沒有這樣 我想說 這奧衣 他一定要怎樣 那 我到來想 我沒有來 奧衣店一半 那 那可能 比較好簡單 結果 議員跟我說 他們兩個人要來 我走到那裡 我想說 是 因為我真的要買 你也都不是 你也 是啊 我就想說 我想說 我也是在嘗試 我也是在嘗試 因為我小時候 不然全天 來講這種 開店 還是咖啡 給他 之前請的無主義 就是我們賣的 語靈堂 這才我有賣這個 喔 那個 玉山 玉山 女色賣這個 所以說起來 是完全無關的 但是我們 絕對不是 疑人啦 所以咧 今天這張 也有一種 編戶性的意義 啊 結果我那時候 聽這個來講 我已經 不夠了 不夠了 那我那時候 就想說 這張 所以 我為了這張 我去傳一個 三馬魚的 什麼 沒有講師匯嘛 對不對 所以 帶注意 啊 吳子儀的故事 今天就是 一三個小時喝就好 啊 今天重點是來芒果咖啡 啊 今天吳子儀咖啡 很難喝 今天是芒果咖啡 那個白煮的 一定是最讚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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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今天這個時間 當然每個人才有在賣 對 所以 這個 待會兒的狀況就看得到 他聽說 他要勉強你 那個小孩 喝到他的咖啡 那是紅茶 會跟大人 跟他好友情就對了 啊 那個 四大人喝過後 都不用去 啊 啊 那個小人喝過後 也是很誇張 所以 我也是 這都不錯的狀況 這有幸福喔 每個人對 待會兒 都有我們 大大你沒辦法 我怕會不會看你啦 這可以做啦 你不錯 我還在拖延時間 終明你到了這樣子 好 這個看起來齁 很多年輕一輩真的很渴望 那我衣装 只是開場而已 待會兒最重點 最處理的後面 我們就大大來分享 你沒有了 真的嗎 沒有 後面還有人 這邊都缺一杯 就傳一下 入酒 就靠這個 對嗎 這有一點以前 做紅樓的廟口 好吧 那我們就請大家感謝 好 謝謝各位 那 今天來這裡 跟大家分享 就是 講一些小故事 我們開店十年齁 其實常常去辦獎座 然後做咖啡分享會 常常去教人家怎麼沖咖啡 然後 或是跟大家介紹咖啡 那說我們開店的故事 這倒是第一次 我第一次就送給國姓啦 感謝 對 對啊 那其實呢 今天來也是一個原因 因為我當初那時候 叫國姓Q 我家辦一個工座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趣 會哪有一個人 當地的人 都要叫人開桌 那時候 剛剛是國姓的時候 然後他就是 遇到所有人 然後到我們店裡 也跟我們店的那個 那個伙伴說 欸 我看你咖啡不要做 你看看 開桌 然後 然後 所以 我就想說 欸 對啊 那 那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我一定不想報仇 因為 他把我們的伙伴 洗腦一直跟我說 我講 咖啡不好 要出來 開桌 所以我今天要來桌 跟我們叫大家 要開咖啡館 好 那 其實我想 開咖啡館這件事情 之前報紙有寫 他應該是很多人的夢想 據說說 每三個人 就有一個人想開咖啡館 隨便在路上走 如果 看棒掉下來 砸到那個人 通常也都是想要開咖啡館 好 那 那 所以呢 既然會有這麼多人想開咖啡館 那我們就把我們 國興說 看起來 很順遂 但是其實 到底順不順遂 大家聽下去 就把我們的 開店 十年來的 小小故事 跟大家分享 那 那其實我們在民國93年的時候 開了第一間店 那 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叫做芒果咖啡 可以嗎 那 那我們第一間店開在 雲林 董六 然後一間 國高中裡面 那間學校叫 正行中學 它是一間 私立的天主教 國高中 那 那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會叫芒果的原因 因為那個時候到學校裡面 開咖啡館 那 我總覺得咖啡館要有個名字 不然到了學校裡面就變福利社 如果學生 我以前也是學校裡面的學生 學校裡面有幾點 通常知道 這黑店 對啊 那我想說 叫黑店就不太好 那我總是要取個名字 那個時候 欸 我 26歲 欸 對 26歲 然後我覺得開咖啡館是 就是 人生的夢想 那 那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浪漫一點 不能叫做福利社 或是叫 叫 這樣好像 痾 這個夢想一點都不屌 不厲害 這樣子 那所以我就開始想說 我們店要叫做什麼名字 那 因為學校算是一個封閉的社群 那我們就想說 欸 那我們想要找一個名字 跟 學校的 這個社群 有一些互動的關係 就可以深刻連結 那 所以其實 這個學校的校數是芒果 就是 他校園裡面 操場旁都種滿了芒果樹 那其實我們店開在操場的旁邊 那 那 另外呢 就是 他們學校這個芒果 也有一個小小的故事 就是 學校裡面有一個芒果基金會 那 這個基金會呢 就是利用這些 這些芒果 你知道 以前我們做生的時 大家就是都去 頭脊子 然後 要偷 芒果吃 然後就會被教官抓 然後 去操場 就是罰站 那 但是其實這些芒果 學校會把它拿去賣 然後賣的時候 淫於 就成立了一個基金會 那 獎募就是 清寒學生 那其實 這個 這個基金會 也 行之有年 那之後 它的對象 也不只有 就是 學校內的 清寒學生 那其實 它也有 對校外 就是比如說 像雲林一些 海拓啊 台西部分的 國小啊 國中啊 他們也都有去做這樣的幫忙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好的事情 那 因為天府教學校 我覺得 它在 在 在學校裡面 我覺得 他們有幾個觀念 是 很好 就是傳達給學生的 就是 愛人與分享 那我覺得 這個芒果基金會也是 充滿了這樣子的精神 那所以 我們就想說 欸 那這個好像不錯 那我就想說 不然我們來叫芒果咖啡好了 那 因為 呃 因為我覺得 愛與分享 應該 也是我們當初 就是 欸 我們在開店 然後我們在想說 我們想要做什麼事嗎 因為 其實我們喜愛咖啡嘛 對咖啡的愛難 呃 因為很喜歡咖啡 對然後 有一點就是 也有人羨慕的心情 就是 看著人 就想要覺得說 這咖啡很好 要不要再聽到人 人家說 喔 所以 愛與分享是我們的初衷 那 那其實 我們也 志祺 在開店的時候 我們也志祺說 那除了 呃 對於咖啡的愛 那與分享的心之外 那其實 我們也希望 像 芒果基金會一樣 就是 呃 如果我們心有餘力的話 也去 愛人 去分享 那所以 呃 我們也希望說 欸我們如果 呃 開了店之後 那希望就是 呃 比如說我們有 英語 那就去做一些 社會公益的事情 那所以 呃 我們 一開始就把 愛與分享 訂做 我們的精神 那也是我們 芒果咖啡的由來 那所以這一衍生 到做之後 我們可能 我們店裡面 就會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 呃 雖然我們還沒有開始 賺錢 那我們就開始 呃 就是任養 人生的小孩 然後到後來 就是我們 有一件事情 做了很多年嘛 就是我們現在 每個月會去幼兒院 然後自己做蛋糕 去送小朋友 那這個我們 陸續會講到 那 那首先 就跟各位 介紹說 這是芒果咖啡的由來嘛 就這樣 一定會這樣 叫芒果咖啡 然後其實我們 第一間店呢 非常小 它只有七瓶大 七瓶大呢 是多大呢 七瓶大就是 呃 我們前面這麼大 所以我們 只有紅雅書局 書局的三分之一大而已 那是一間 非常非常小的咖啡店 呃 那不過 在那邊 我們一共經營了四年 那其實 還蠻有趣的啦 就是 一個封閉的學校嘛 那裡面 就只有學生跟老師 那 挺有趣的 呃 因為他一年有 人家說開店做生意 還有寒暑假的 我們一年只做九個月的生意 然後其他時間都在休息 然後 然後就是 學生上課 我們就沒生意嘛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 妙的情況 然後就是 我們是 呃 做十分鐘的生意 然後休息五十分鐘 對 對對對 然後 呃 在那裡還不錯啦 就過了 呃 很特別的生活 然後 欸 下課可以跟學生去打球啊 然後 然後 跟 很多的小朋友 建立很深厚的感情 那也在 但是 呃 也在那裡 其實我覺得 這是創業的一個基礎 在 讓我們一開始 比如說 欸 這也是 當初 呃 我們想要回到雲林 然後 找的一個方法 那所以 其實這個 就要說到 創業的 開始嘛 大家都會想要 創業 啊 為什麼 要去 創業這件事 那 所以 我們再 往前推一點點 我要說 欸 為什麼 會去回到雲林 開咖啡館這件事情 那 其實 呃 我是 我們 在 開咖啡館之前 其實我一直在高雄 從唸書啊 然後 然後 畢業之後 很長一段時間 那其實 欸 我是唸藥學系的 我那時候 唸高雲馬 高雄醫學院的藥學系 那 那 唸藥學系 是 家庭的背景 齁 那我們 三 家裡三代都是 藥師嘛 齁 那所以 我是 最小的 兒子 最小的兒子 對 其實我不是最小的兒子 我是唯一的兒子 我是肚子 那 那所以 很理所當然的 就去唸藥學系嘛 因為 我們家的藥局 現在應該是 93年 快要100年 所以就去念了藥學系,那其實我一直覺得那是一件非常沒有趣的事情 因為從小看到大,在這個生活圈子裡面,然後我的叔叔伯伯,然後堂兄弟姐妹 我算了一下,我認識的親戚裡面大概有三十幾個是從事醫療相關的行業 所以我們家就是在這樣的圈子裡面長大的,那我一直覺得說其實還能做什麼,我就覺得很無趣 我應該算是那種比較壞的學生,比較調皮的小孩,我會一直很想突破 那我覺得我很難突破我的父子、兄長他們 那所以呢,其實在大學畢業的時候,我服的是醫療醫嘛 那在服醫之前有半年的時間 那這半年的時間呢,就很空嘛很空閒 那那時候我就想說,去打個工好了,給人生添個經驗嘛 添個經歷 那我就想說,反正我的人生就是這樣嘛 那時候,來那邊的時候,我就想說 那可能就是,處理外側看去大便宜、大便宜了 或是,就是本來藥劑室的工作先做幾年 那最後一定是回家裡的藥局嘛 那然後,所以我想說,我應該去做一個真正的所謂打工的生活 我去做真正的體驗,就是去從事一般的那種公渡深夜好或等等 那所以,那時候就去了一間烘豆廠打工 那時候為什麼會想去烘豆廠呢,也就剛好認識嘛 因為我爸爸他們還挺喜歡喝咖啡的 那每天都會,早上會喝咖啡 我想這可能是咖啡,我跟咖啡的不解之緣的起因 是我的父母自己種的啦 那剛好他們都會去烘豆廠買豆子 那那裡有在蒸人 那我就想說,好啊,那我就去 反正他們掙扎工嘛 那我就去打個臨時工 那在這半年的過程 我就發現,咖啡這件事情挺有趣的 挺迷人的 就是樹上的果子 那裡面的種子把它曬乾了之後 丟到爐子裡面烤一烤 就會有這麼多的風味變化 真是太有趣了 而且那時候我就發現原來 這世界上有四五十個國家有產咖啡 然後有這麼多的產地 然後每一個產區的咖啡都有它各自的風味與特色 真是太浪漫了 太有趣了這件事情 而且我就發現 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因為你把 透過烘焙的過程 這樣可以有這麼大的變化 而且是透過你自己本身 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而且煮一杯好喝的咖啡 給人家好像是很快樂的事情 而且在那個歲數 我覺得這個好像把妹挺好的 對 那anyway 好,這半年就過了 那過了之後 服醫療癒嘛 所以我就到了高雄的市立醫院去服醫兩年 那這兩年挺有趣的 就run了很多個單位 我有去過那個精神病院 然後有去過那個衛生局 那我想這兩年挺好 就是讓我充分的了解 就是一個藥劑師他可以走的面向 可能比如說在一般的藥局 或是藥廠 在我們家從小就看過 然後我就到了 比如說大醫院 或是公家體系裡面 那去run了一圈 我就發現 這真的藥劑師可以做的事情 好像沒有一樣是我喜歡的 我覺得這是人生可以為業的事情 那當然 那半年的打工 就開始發酵了 我們就開始在想說 其實做那個好像不錯 然後就在這兩年內就起了開咖啡館的念頭 那當然起了開咖啡館的念頭 就開始做很多的準備 就開始到處泡咖啡館 然後去認識很多咖啡師 或是相關 比如說那時候就會去認識很多 然後結交很多高餐的朋友 然後開始學做高鐵 就當然創業有很多的籌備的動作 那就剛好在這兩年結束的時候 我就跟我的父親說 我決定我不做藥劑師了 我想要去開咖啡 那挺有趣的是 我那個小老肥紀念也跟我說一好 一般人都會覺得那是一個很穩定的工作 也很不錯 不過剛好很巧的是 因為我爸爸是最小的兒子 其實他當初去走這個行業 他也有一點破語無奈 就是其實他當初很想當體育老師 因為他很喜歡運動 可是就是父親的期許 所以他深深的了解那樣子的感受 所以我跟他說的時候 他好像沒有猶豫很久 他就答應我 那於是我們就決定了說 好我要開咖啡館這一件事情 那人生我覺得就是有這麼多的 因緣巧合 那其實因為我是家裡唯一的孩子 那其實父母親很想我回到雲林 那其實我那個時候 還蠻留戀都市的 你知道年輕人 然後我那個時候一直跟他們說 國姓剛剛說那句話 那是昏林耶 那是什麼地方 那都是那種 政產的阿伯跟阿桑在住的地方 你去那開咖啡館 你去哪開咖啡館怎麼生存這樣子 那 那 這個時候就很巧的就是這一件事情發生了 就是 正興中學他們在招商 在招商要找 就是咖啡館要招商進出 那剛好我是校友得知了這個消息 那於是呢 好像真就讓我回鄉有了理由 那因為 那時候其實我在這個學校念了六年 那 對學校的印象還不錯 那 那 那另外那時候也覺得說 呃 一開始 人生第一次的創業 那 在學校裡面好像是一個比較安全的狀況嘛 因為學校裡面應該沒有壞人嘛 都只有學生嘛 學生最單純的齁 啊 還有老師自己的市長不會騙人 於是就這樣子回來 嗯 那回來 回來到學校其實 蠻有趣的啦 就是 學校的環境 其實 跟咖啡館 有很大的 在這中間有很大的需要學習嘛 就是其實讓很多的 學生小朋友 那所以我們從一開始 我們咖啡是賣一杯三十五塊嘛 就是 那時候是十幾年前 那時候很早很早的時候 就是 呃 那種西餐廳咖啡館 都還在賣 兩百塊一杯的時候 然後就會覺得 呃 呃 其實 也 也是有很多創業的難處 那 當然 就像 剛剛提到的 有一個禮拜只做五天嘛 還六天啦 禮拜天 你就 只要沒有學生 也沒有老師嘛 然後 他家都沒有人 那 於是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就 就開始 有 陸續有展店的計畫 那 因為 我也 我剛好提到 我們開店 就是 呃 有兩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 我們想要 我們自己烘豆子 啊自己做蛋糕嘛 那也需要 就是 工作 工作室 那 那所以 呃 我們自己的住家 在赤童嘛 我是赤童人 那那個時候其實 呃 我 我們家 就是我阿公阿嬤 他們以前住的矮房子 那因為他們不在已經挺久了齁 那其實那裡就一直放 就是 做成倉庫嘛 沒有人使用齁 那那個時候就想說 啊好 那不然我們把它整建一下就是 做我們的烘豆工廠跟 蛋糕烘焙室 然後 就 開始 就想說 自己 開始從 真的是從平地起嘛 那矮房子是那種 以前的那個 茶葉就是 你們印象中 那農村裡面有一個阿公 他去一家 快 趕快 趕快去 那種 那種 所以那時候就是把它移平嘛 那移平想要蓋房子 那蓋房子的時候 我覺得人就是 有夢想就會 有趣嘛 那時候整個都對幕的開始 我們就自己畫圖 那時候很好笑 那時候 就是 什麼都要自己來 因為 剛 那時候是 振興 這間店開了四年嘛 那剛 把 就是這個投資的錢 剛剛賺回來 馬上就要蓋一間房子 然後就會覺得很辛苦 什麼都自己來 啊 所以 那時候就 就一邊 一邊蓋 一邊想 然後後來就覺得說 其實後來就覺得說 好吧 那 我們總是要有個根嘛 就是 呃 自己的家是不會變的地方 所以我們後來就 想說 除了要有烘豆工廠 然後 蛋糕烘焙室之外 我們覺得他應該也要有一個門市 呃 就是 有一個咖啡館 那一邊 一邊說 那你再鄉下 我覺得 至少 地是我們自己的 啊 不會被房東搜走 因為其實後來 振興做了四年之後 其實 呃 學校就 把那個 把基因權收回去 齁 因為 有一些學校的 政策的影響 好 那 那時候就開始 開始 開始在 振興 之後 就蓋了這一間 就是 芒果的第二間店 齁 謝謝 謝謝